嘿嘿嘿嘿嘿嘿 嘿 大家好 我們現在在這個位在西門萬年的 TAMMA HIN NATION 台北SPA 的這個展尖啦 今天為什麼會來到這個展尖呢 大家看我旁邊這一位 就是我們 但大家可以想說 這樣子 看好像是不是有點沒有意思呢 等一下呢 我們就直接把它 這整尊好不好 要嗆你 請出來 Fight 我們現在馬上看到這一尊 解體降低薩薩 睽違三年 各位玩具人真的是 久等了 可以看到它整個高度非常的誇張 這來到了43公分 這次整體的造型 是用這種下顔紅色塗裝 上面的金屬刻填我覺得非常的細緻 在很多小細節 用這種銀色啊 還有金色的塗裝 我覺得非常有層次 那它這次的零件呢 是有將近超過3000個 複合材質組成的 我覺得整個細節這樣看下來 從正面看下來 就可以看到非常非常的誇張 可以看到它整個造型的機械結構 還有它機體結構 它上半身非常魁梧 可是它兩隻腳呢 你看看更誇張好不好 底盤超穩 底盤真的超穩 就是你不用地毯 其實也是可以 非常輕易的可以擺在桌上 那可以看到它手臂的一些 金屬零件的外露 那可以看到它手臂上關節這邊 那也可以看到 它是有設計一個這樣 揉壓的這個造型在這邊 聽這個聲音 這個聲音 這個卡榫的聲音 卡榫可以看到腰帶這邊的塗裝 我覺得它這個雖然是四座品 可是它其實已經接近就是完成平等級了 那這次的這個手指頭呢 也是做十隻都是可動 每一根手指呢都是單隻都可以動 就是可以讓各位玩具 盡情的去拔揉 那它這次的盔甲呢 也非常多的展開機構 像是很多地方啊 都是可以就是讓自己隨意去調整 它可以裝甲全部展開 呈現一個正在維修的 大解體的形態 這個呢 真的就是解體降機特有設計 那我從這個很多腳步上去看呢 其實看到外露的金屬骨架 我都可以覺得做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細 它的日幣價格呢 也來到了189200塊日幣 韓歲 那它正面呢 就是有這些很多地方可以可動啦 手臂的部 所以上下呢 都是可以拉開的 那手臂這邊拉開來呢 只要把手往前推 就可以彈出光束軍刀的手把 那在裙甲這邊呢 也是往下拉之後呢 就可以看到裡面展開的機構 腳的部分也可以讓它有浮空的感覺 那肩膀部分呢 也可以拉出來露出裡面的構造 那在旁邊呢 也可以把整個肩甲都把它全部展開 那我們現在看到 傻傻比背面的部分 剛剛稍微拔完一下 非常的好 就是它後面這兩個推進泡呢 它是做的那種可動的 拉 哦有沒有 就展開了 展開之後呢 只要稍微撞 它下面的這個就會全部都展開出來 另外一邊呢 也是 拉 哇 撞 非常的帥 裡面的這個塗裝 電鍍的防紅色 我個人非常喜歡 因為它還有帶一點紫色的那種漸層 整個金屬塗裝 我覺得做的非常好 那上面這個感應砲的部分呢 這邊非常的特別 就是它這個呢 就是有寫這個 Alpha Beta 跟Gamma的字樣 它就是對應裡面的這個感應砲 那這個呢 它是可以展開來 展開之後呢 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當然也可以每一個都獨立拿出來 刺片的這個葉片呢 是可以展開 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感應砲展開來呢 也可以看到裡面的細節 我覺得它在磕層上面呢 這些小細節 我覺得它都把它還原非常好 這個真的是非常的驚異 那底下這邊呢 它也可以這樣展開來之後呢 就可以伸出我們的這個 夾子的部分 就可以夾我們的這個感應砲 這樣子 好不好 非常的可愛 這個蠻讚的 而且它在裡面的那個服裝 很繽紛的這個樣子 我們先把這個推進機收起來 然後我們來介紹一個 嚇他的東西 拉這個下面這兩個地方 哇 哇 有沒有 沒有可以看到它這拉開來之後 我們整個金屬機構 全部都展開來了 後面這個推進器啊 還有旁邊的這個 外露金屬結構 電線啊 還有下面這個 漸層的這個服裝 整個細節呢 都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 還有一個地方 就是這邊推進器的部分 就可以拉起來 然後推進器就會伸出來這樣 腳部分呢 當然一樣也是有展開機構 但是腳部分沒有那麼大幅度 就是讓它的盔甲呢 可以有這個 浮起來的這種感覺 噴射 飛行的樣子 就可以把它還原出來 我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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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現在就是整個就是一個大解體的狀態 等於是說所有的盔甲都全部展開來 品嘗在盔甲裡面的一些小爪子都可以看到 非常非常細緻的構造 電線啊 那種 整個外露的金屬 我覺得都非常的誇張 截體降機嘛 對不對 截體這件事情 這個就是非常重要的吧 那在內部的骨架呢 就可以看到 全部都是用這種金屬的這種塗裝 整個機械構造的紋理刻痕啊 裡面有一些輪軸 那各位玩具人 只要把它做一個大解體的話 就可以細細的品嘗每一個身體各處的機構 那我覺得這個解體降機 莎莎比爾 跟之前的妞鋼彈 我覺得它整個展開的機構 又更誇張了一點 雖然變形的方式算是小複雜 當你看到整個展開機構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啊 我覺得這個錢花是非常值得的好不好 因為它的細節 跟它的整個分量感 拿在手上的感覺 關節的聲音 目前各位玩具人看到這個 它沒有裝電池啦 但它其實是有發光機構的眼睛的部分 這個呢 就是我們接體降機莎莎比的這個本體啊 接下來介紹到它的配件的部分 首先我們看到的就是我們這個盾牌啊 各位玩具人可以看到 就是它整個塗裝是找這種霧面的塗裝 那它下牙的標誌呢 是用這種金色的點綴 最酷的就是它這個 紮紮臂 拉起來 整個盾牌就展開來了 那展開之後呢 就可以看到裡面一些粉紅色的金屬透露 其實我覺得背面也是非常的帥 整個造型的科技感跟機械感 我覺得都做得非常好 這是我們這個沙拉比盾牌的部分 接下來這個光速閃彈的步槍呢 我覺得它就是 也是細節上的客人做得非常好 槍口的部分呢 也可以整個往前拉 那這邊呢 上彈匣的部分 有沒有 那在這邊手柄的部分呢 可以這邊 可以稍微往上前傾 那彈匣呢 是可以拆開來 就可以看到裡面的這個子彈的部分 那我覺得最特別是說 我當過冰的人都知道這個 拖蛋板好不好 拖蛋板是做可動的 檢查拖蛋板是否正常 整個造型我覺得整個體力非常順利 最後一個呢 就是我們的這個光速扇子 我們剛剛已經把這個特效配件裝上去了 可以看到它這個特效配件做得非常的誇張 那各位玩具人在裝的時候呢 其實要小心 它需要一點小技巧才可以把它裝上去 就是你必須先卡一個邊 然後再把它往前推 手柄這邊呢 這可以可能拉出來 這些呢就是我們配件的 那我們的這個小人呢 是有附上我們的夏雅 還有我們的娜娜儀 然後還有四個不同的維修人員 那是每一個維修人員是有附兩隻 那我們剛剛介紹的這個小人呢 它其實就是真實比例 我們把我們的夏雅 跟這個維修人員 放在我們莎莎比的腳下 就可以知道這個是有多誇張的 夏雅你一個人駕駛這麼大的機體 太自私了吧 那這次呢 當然一樣也是有附上這個維修地台的部分 在上面的所有維修的一些 爪子啊跟一些支架 它都是可以做隨意的調整 所以各位玩具人員可以知道 依照自己的喜好 還原維修沙薩比的樣子 賺爾沙薩比的 好 那這個呢 就是我們這次跟各位玩具人介紹 算是一個搶先看的莎莎比亞 預計是在今年的12月會推出 但是呢 再這麼早就可以先介紹給各位玩具了 我覺得不只介紹 我們還把玩了一番 所以我真的覺得算是非常非常的興奮 跟非常非常的幸運啦 如果你口袋有點深度的話 絕對是可以收的 因為這個等級 非常非常的具有收藏的價值 今天因為我算它18萬 然後它有3000個零件 算起來一個零件 也才60塊是幣 還好吧 是這樣算的嗎 組成這樣也還好吧 那這個呢 就是我們這次要介紹給各位玩具的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大家記得訂閱玩具的頻道 然後開起來 追蹤我們IG上面有更多幕後花絮 玩具玩玩具 下週再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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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